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小光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近喜欢用的 night care routine 的脸 最近其实 油跟干都还蛮极短的 所以用润的东西又解决不了的感 还蛮困扰的 然后好像那种不是很润 然后你感觉到你擦了下去 你的脸不油的那种 skin care 我又觉得它的润度不够 虽然是很干爽啦 对皮肤 你平时动你的脸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油油腻腻 你不会感觉到油油腻腻 但是它又不能帮你解决你的干性皮肤 那一个部分 所以就很困扰 但是我呢 在晚上的时候假如没有查 没有化妆已经回来 从家里 从外面回来 从工作回来 在家里没有什么 没有做东西的话 已经是要休息时间的话 我肯定 我是不会介意我的脸 查的那些 skin care 是很油 就是说 会令到你有一点油腻感 在你的脸上 我是不介意的 所以啊 因为假如我不做我不选 因为我当时没有没有机会 没有选 没有看到一个品牌 是让我脸上不油腻 用了过后那个牌子不油腻 但是又可以保湿 所以当时我用着的这个呢 它 我用着的这个呢 它 它可以解决到我的问题 所以我蛮喜欢 好 而且这个牌子 这我讲的一系列 基本上都是跟那个蜗牛有关系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我的介绍 所以我晚间的时候呢 通常 今年都是会有的啊 然后就肯定会用 cleanser cleanser 我通常是会用到 这个 milk cleanser 然后就会用 whatever cleanser you like 或者是exfoliate 你应该看我之前的一个 我之前有一个video 我刚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我有一个video 我是说 我有讲过一系列的 skin care routine 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 那个 那个video是会比较 detail 所以会比较仔细 我平时会用些什么 这样我这一次 呃 这边呢 我就大概大概说 晚上我会用些什么东西 所以 呃 没有cleanser了过后 就 呃 随便 呃 当时我在用着的cleanser 另外一款cleanser 然后 过后就是 呃 用我现在用着的 呃 呃 这个是tony moly的 呃 的fermance nail系列 那 呃 我在网上看的时候呢 他们是说 你要用toner先 然后 才用你的emotion 然后过后才用你的cream 然后 这个 这一款东西呢 除了这两个 是很 呃 是没有油腻感之外 呃 擦了下去过后 呃 擦了这个cream过后 我就会发觉 是有一层的 这样 油这样子 包围着 那个脸 呃 虽然我不会说 不舒服了 因为我知道 如果不用的话 所以 我另外一天早上 起来化妆的话 肯定是很 很多 很多地方都是干的 所以上妆 不会服帖 通常我干是在我的眼 呃 嘴巴这里 呃 呃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 很 很难用啦 因为 呃 它对我来说 还蛮好的 因为是 它除了另外一天会令到你 跟 你的皮肤会更滋润 之外 而且这个也没有令我出任何痘痘啊 啊 啊 没有令我 有什么 红啊 就是说会令我 sensitive 还是什么东西 全部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ok的 而且之前 呃 toner呢 是那种水状的 它比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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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也是有点 它又不是完全水 它是有点 gel type 找出来给你们看 而且 因为它 因为我拿 我买的 我这种 这个sample呢 是我妹妹去韩国的时候 去年 去年年头去韩国 他去买护肤品的时候 他去 tonymall里买护肤品的时候 那个 店员 赠送一套 这样子的 但是 因为他说他不用嘛 所以他就 就 就把这个东西赠送给我 就当作是我的 礼物吧 所以 这个 它 因为它们全部都小嘛 然后 因为它小样 它又不能 倒 它 它比较难倒出来 所以 我通常放它 在桌子上的时候 就会倒转放 让它东西 比较容易出来 所以 我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 他们没有想过 要放那种 那种 squeeze 那种 挤它出来 不是更方便吗 这是很困难的 也是 因为 好像这个 emotion 你 你这样子打 它是 它可能都不会出东西 比较难出东西 它出一点点东西 而且反而 假如你平时 放 倒转放 是你还可以挤 挤它出来 你看 有挤它出来 嗯 它这个是乳奶 乳状白色的 这个是透明 它这个有点gel 但是它是比较水的gel 然后 这个cream呢 这个cream呢 它本来是 这个cream本来是有两种颜色 它 它一个是透 它有点像是 这两款混合 我 进这里 但是这个是更厚的形状 呃 更厚的 呃 形状 它这个是 呃 所以呃 之前打开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层 透明的白 一层是乳白色 旋转在里面的 但是因为我要用这个 我觉得很麻烦嘛 所以我就拿一个小小的 牙签 就把它卷了 就把它 混合了 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 虽然说用了一个月 还有一半 一半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 现在的sample 他们的sample size 蛮好的 都是 很值得用的 所以 我是觉得 假如 谁有 干性皮肤 又不 又 觉得 晚上 查这个的时候 不会有 有腻感的话呢 我觉得 这个你可以 其实这套东西可以买的 这套东西我 不会在我早上的时候用 除了这两罐东西 可以试 晚上 可以 试在早上的时候用它 因为这两个 擦起来 对我来说 不会说很油 它还蛮清爽 但是这个呢 就 不建议晚上 不建议 我就不建议 这个cream 在早上的时候擦 然后上妆 因为 很油腻的这个感觉 但是 晚上睡觉 你说当它是 sleeping mask呢 还可以 还是可以说得通的 因为这个 它的那个厚度跟 普通买的 sleeping mask 有点 像 嗯 然后 假如 我没有擦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 有时候我会直接擦一个 啊 toner 然后我就会直接上 这个 这个 sneil moist mask 我不知道 呃 你们 其他国家有没有啦 但是 我们这边 刚刚 啊 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在 Guardian那边买的 啊 这个 这个东西 跟这个cream的感觉有点像 都是 擦了过后有一种厚重的感觉 会有点油腻的感觉 然后 这个 呃 我是发觉 呃 那是 这样子 它是乳白色 然后 都是有点油油的感觉 呃 我是觉得 假如 晚上的时候 不擦这些 这个cream 跟这个的话 我 另外一点早上 会比较多 干 皮肤会比较干 对 所以一定要擦 不擦 不擦的话 是不擦 好 然后 因为 我的皮肤 除了 这个嘴巴附近这边 比较干 怎么其他部分都比较油 所以 啊 因为 嘴巴这边比较干 嘛 其实我的嘴巴 也是很干的 所以我是 蛮推荐这个 阿里 啊 不是阿里藏 Apu的 Lip Sipping Pack 它是很眼妙的 这个 很好用 因为 我发觉 我用了 几个品牌的那种 嗯 Lip Treatment 不要说 呃 因为通常 Lip Treatment都是油状 还是 嗯 一条状的嘛 然后 虽然它们是 塗上去是滋润 可是它不能保持 它不 它们不能保持 好像我用过 呃 那个 那个 Inistry的 它的 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它 呃 它只有一个牌子 它是那个 鸡啊 鸡的 那个 tube状的 它那个 不好用 我查了过后 好像 一个小时过后 我就没有感觉了 就不会有一种 厚重的感觉 因为 通通我查这个东西的时候 通常都是睡觉 其实我就算是 呃 before makeup 我也是会查这个 这个真的很好用 因为查了这个过后 它觉得 呃 只要你不抹走它啦 它 呃 我也不会觉得 它很厚重的 其实 我都会觉得 这个可以当是 呃 装前 呃 拔底你的唇 before你上 呃 唇膏 都很难用 我发觉 我没有用这个的话 我另外一天的唇是 呃 会脱 会脱皮 所以这个很难用 而且 只要你那天 没有做东西的话 你放到这个 好像 从晚上 放到另外一天 早上 到下午 你的唇都还是 很漂亮的 嗯 可能假如你的唇 太过 呃 感的话 可能你会觉得 这个还不够 但是我是觉得 虽然我是觉得 我的唇 还是 偏感 的那一种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很够的 嗯 推荐你要用这个 这个很好用 好 那 那 暂时我就讲完了 我的 呃 nightcare routine 呃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还有按赞哦 呃 假如喜欢什么 什么类型的video 记得在下面 呃 留言给我 然后 呃 我 希望可以 呃 满足你们的 心求吧 好 那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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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好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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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